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在漆黑的 风雨交加的夜晚 我肩上扛一袋黑麦或印第安玉米粉 从灯火辉煌的乡村会客厅或大礼堂出来 驶入林中我那温暖的港湾 我扎捞外面的东西后 让他们满心欢喜地顿壁到甲板之下 就独自去掌舵 顺风时我甚至连舵也扎捞了 航行时我唯一在舱中的火堆旁 满脑子愉快的想法 不管遇到什么天气 我从没出过市 也没感到过悲伤 尽管我也遇到过几次狂风暴雨 林中比大部分人想象得更黑 即便是在平常的夜晚也一样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 我走在密林深处 必须时不时地抬起头 透过枝叶间的空隙 仰望天空 摸索前进 走到没有车道的地方 我就用脚探路 或用手触摸我所熟悉的树 以确定方位 比如说 有时要从两棵松树间穿过 中间的间隙还不到18英寸 有时在漆黑至闷的夜晚回来 我两眼看不见 只得用双脚探着路前进 梦游一般 直到深夜才跋涉到家 当手放在门栓上开门时 才如梦初醒 可再回想不起 我之前所走过的任何一步路 我想 也许身体的主人 即使把他抛弃 他也会自己找回家的 这根本不用依靠什么 就像手也可以摸到嘴一样 好几次 当一个客人偶然一直待到晚上 而且是很黑的夜晚 我只得把他送到门后的小路上 并告诉他怎么走 他只能靠脚来为自己指路 而不是靠眼 在一个极黑的夜晚 我就用这种方法 为两个到湖边钓鱼的年轻人指路 他们住在离森林约一英里外的地方 对地形应该很熟悉 一两天后 其中一个人告诉我 他们大半个晚上 都在林子里绕来绕去 其实自己的住处就在附近 直到快天亮时 他们才摸到家里 期间还碰到几场震雨 树叶都被淋湿了 他们自己也被浇成了落汤鸡 我还听说在漆黑的夜晚 许多人甚至在村子里的大街上 都迷路了 这夜色如此之浓 简直就像谚语说的 可以拿刀子一块块切开 那些住在郊外来镇上办货的人 不得不留在村上过夜了 还有一些绅士淑女出门访客 才走出去半英里 就得用脚来探路 根本不知道何时该转弯 不论何时在林中迷路 都是一种惊奇 难忘而又宝贵的经历 即使是在白天遇到暴风雪 人们走在一条非常熟悉的道路上 也常常不知道哪条路通向村庄 尽管她知道自己曾走过上千次了 也还是辨别不出一点痕迹 突然变得非常陌生 像对西伯利亚的公路一样 到了晚上 麻烦就更大了 我们平常散步时 虽然是无意的 但经常会像领航员一样 凭借某个灯塔 或某个海角 辨别向前航行的方向 如果偏离了平时的航线 我们仍能记起附近的某个海角 直到我们完全迷路了 或转圈了 因为一个人 只要闭着眼睛转一圈 他就会在这个世界上迷路 我们才会真正领略到 大自然的广阔与奇特 不论是从梦中醒来 还是从茫然中清醒 每个人都该经常在醒来后 看看罗盘针 直到我们完全迷失了 或者说直到完全失去了这个世界 我们才会开始发现自我 开始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 才会意识到与我们无穷无尽的 种种关联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的 散文集《瓦尔登湖》 作者亨利·戴维·梭罗 演播 朱朱尔 第一个夏天快要结束时 一天下午 我去村里鞋匠那儿去取鞋 结果被抓进了牢房 因为我前边在哪儿曾提到过 我既不纳税 也不承认这个州的权威 这个州在餐医院门口 像卖牲口一样贩卖男人 女人和孩子 我到树林里去 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 可是 一个人不管走到哪里 如果可以的话 人们都会用那些肮脏的机构 追袭他 抓住他 把他们束缚到 他们那令人丧失希望的 共济会中 原本 我的确可以顽强地反抗 多多少少 会取得一些成效 我本可以疯狂地抵制社会 可我更愿社会 疯狂地来抵制我 他才是绝望的一方 但是 我第二天就被释放了 还拿到了我 那只修补好了的鞋子 回去时 路过黄岗山 正赶上月局成熟 我每每饱餐了一顿 我再没受过 其他任何人的骚扰 除了这个州的 代表之外 我没有锁 也不用门栓 除了存放文稿的书桌 窗户或插销上 甚至连颗钉子也没有 不管是白天 还是夜里 我从来不锁门 即使出去好几天 也一样 那年秋天 我去缅因森林 住了两周 也照样不锁门 我的房子 比被猎兵守护的东西 还要受人尊敬 疲惫的游人 可以在我的火堆旁休息 取暖 爱好文学的人 还可以翻看一下 桌上的几本书 还有那好奇之人 打开那扇橱门 看是否还有剩余的饭菜 看看我晚饭 吃些什么 尽管各个阶层的人 都从这里取道去湖畔 却并未给我带来 严重的不便 我从没丢过任何东西 除了一卷薄薄的 河马的著作 可能是因为 它不合时宜地 录了金 我相信 一定是被营里的 一个大兵拿走了 我深信 倘若所有的人 都像我一样生活简朴 便不会发生 偷窃抢劫之事 发生这些事 是由于社会上 有的人所获太多 而有的人 收获太少所值 蒲博义的河马史诗 很快就会传播开去 如果人们所求的 只是一只山毛举木碗 世间将不会再有战事纷争 子为正 焉用沙 子欲善 而民善矣 君子之得风 小人之得草 草上之风 闭眼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的 散文集 《瓦尔登湖》 作者 亨利戴维梭罗 演播 朱朱尔 湖畔垂调 有时 我厌倦了逢场交际 与闲言碎语 厌倦了村子里所有的朋友 就越过平时游荡的界限 向西边更遥远 更荒芜的地方走去 走向新的树林 新的牧场 或者在太阳落山时 跑到黄岗上 用黑梅 蓝梅 做晚餐 再储存一些 备用几天 这些果子 不会把他们的真正风味 奉献给那些 在市场上购买他们 或为了出售 而培植他们的人 只有一种方法 能真正享用它 可极少有人那样去做 如果你想了解 黑梅的风味 就去问那些牛仔 或者菇 如果没有采摘过黑梅 却以为自己 尝到了它的真实滋味 这是一种普遍的错误 黑梅从未到达过波士顿 尽管他们在那里的三座大山繁殖生长 却从不为人所知 当他们在货运车中磨来蹭去时 果实的芳香与精华 便随着花儿一同消散了 剩余的只是一堆渣子 只要永恒的公正还在主宰世界 就不会有一颗纯洁的黑梅 能从山野进入那里 偶尔我干完一天的活之后 会去找某个愤世嫉俗者 那人一大早就开始在这湖边钓鱼 一动不动地默默坐着 像一只鸭子会一片漂浮的落叶 他思考着各种哲理 而当我到达后 他往往能得出结论 认定自己属于古修道教派 还有一个年老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钓者 他精通各种木工活 看到我在这里盖了这所房子 他非常高兴 还以为是专门为渔民提供方便的 我也很高兴 看他坐在我门前整理吊丝 偶尔我们也会一同泛舟 他坐在船的一头 我坐在另一头 我们之间并没有太多的言语 因为最近这几年 他耳朵有些聋了 但他有时也会哼唱圣诗 与我的哲丝极为和谐 我们之间的交流非常融洽 回想起来 这比用语言交谈更令人愉悦 当我没有交流对象时 一般情况下 会用船桨敲击船弦 让那个声音在树林上空盘旋回荡 像野兽管理者激起兽群那样 我一直敲击 直到每道领骨山巒都响起咆哮之声 在温暖的夜晚 我经常坐在船上吹长笛 看着鲁鱼在我四周游来游去 仿佛被我的笛声陶醉一般 月亮游荡在层叠起伏的湖底 那里散落着森林的片片碎季 以前在漆黑的夏夜 我时常和一个同伴一起来这湖上探险 我们在浸水边燃起一堆火 想依此把鱼引来 又在鱼沟上挂一串虫子做诱饵 钓上一条条雪鱼 这样一直弄到深夜 我们再把燃烧着的木柴 高高甩向空中 它们就如同流星映火一般 坠落到湖中 伴着阵阵丝丝声熄灭了 我们很快没入全然的黑暗之中 便一边摸索 一边哼着小调 穿过黑暗 再次回到人类出没的地方 可如今在湖岸边 我已有了自己的家园 有时我待在一个农家的客厅里 直到一家人都离开去休息了 我才回到林子中 部分原因是为了第二天的食物 我会在月光下划着小船锤吊 度过午夜的时间 夜宵与湖里为我唱小夜曲 身边时不时还会有不知名的鸟 在吱吱啼叫 对我来说 这是一些珍贵而难忘的经历 我在水深四十英尺处抛锚 离湖岸大约二十到三十干 有时被几千条小鲁鱼和小银鱼包围着 月光下 它们用尾巴在湖面搅起层层连衣 我用一根细长的压麻绳 与夜晚出没于水下四十英尺深的神秘鱼儿互相交流 有时我拽着六十英尺长的绳线 在夜风轻浮的湖上飘游 不时地感受到阵阵轻微的颤动 这表明在它的另一端 有某个生命在徘徊 因变不清那浮躁之物有何用意 而迟疑不定 最后 你两手交错着将鱼丝一段一段地拉上来 一条生龙活虎的雪鱼 吱蛙乱叫地被拉到了空中 这是非常怪异的事情 尤其在这漆黑的夜晚 当你的思绪在其他浩瀚的宇宙天际驰骋遥游时 发觉了这轻微的颤动 而被打断了瑕丝 并将你与自然再度联系起来 接下来 我似乎该把鱼线置到空中 就像把它抛入水中一样 空气并不比水更稀薄 这样 我似乎用一根鱼线 钓上了两条鱼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散文集《瓦尔登湖》 作者亨利·戴维·梭罗 演播 朱朱儿 瓦尔登湖 景色秀丽 优美 却并不壮观 那些不常来 或不住在这里的人 是体会不到它的魅力的 然而瓦尔登湖 却是异常深邃与清澈 很值得大肆渲染一番 这是一汪深邃而澄澈的绿水 长0.5英里 周长1.75英里 总面积约61.5英亩 它是松林 象林中的一股长涌泉 除了降雨和蒸发外 看不到湖水的任何明显出口和入口 四周的群山突兀林立 高度从40到80英尺不等 但东南面的山足有100英尺高 而东边的更是跃到了150英尺 距湖岸线约有0.25到0.3英里的距离 山上覆盖着森林 康科德的水至少有两种颜色 远看是一种 近看又是另一种 近看的颜色更真实一些 远观时受蓝天与光线的影响较大 在晴朗的夏日 尤其是当水面泛起涟漪时 从稍远处看去 湖水呈现出一片蔚蓝 假如再远一些 就成了水天一色 下暴风雪时 它们有时是一片深灰色 然而据说海洋有时蓝 有时绿 并不受环境影响 我曾在大地 银庄素果时观察过河川 河水与冰 几乎都像青草一样翠绿 有人认为蓝色是纯洁的水的本色 不管是水还是冰 但直接从船上看这水 却觉得它们有好几种颜色 即便从同一角度去看 瓦尔登的湖水 还是石而蓝色 石而绿色 它介于天地之间 同得天和地的光彩 从山顶望去 水天一色 从湖边观看 靠近沙滩的湖水 首先是泛黄的 然后有点发绿 再往深处 湖水的颜色就更绿了 全部是暗绿色 有人认为 这是青葱草木的倒影 但在铁轨沙丘旁 在春天树木尚未抽芽时 它仍然清脆碧绿 这可能是湖水的蓝色 混合着沙子的黄色 就有了彩虹的颜色 春天 阳光和煦 大地回春 太阳的热量 可能从湖底反射到湖面 使这里的冰块 首先融化 形成一条窄窄的水道 环绕着中间冰结的部分 瓦尔登湖 与其他的湖一样 天气晴朗时 湖面样起阵阵微波 波浪以适宜的角度 映衬蓝天 湖水里揉进更多的光线 远远看去 比天空的颜色 还要碧蓝 此时 滑船在湖上游玩 环虎似望 欣赏水中倒影 我发现一种 无与伦比 无法形容的淡蓝 如同沾了水 色彩变换的丝绸或刀刃 比天空本来的颜色 还要蔚蓝 而水波的另一侧 是原本的深蓝 浅蓝深绿交替出现 明暗交错 深绿更显浑浊 这种淡蓝的 又似琉璃绿的蓝色 如同记忆中 冬日夕阳下 望穿西天云霞 所见的斑驳色彩 不过 用杯子成一杯湖水 放在阳光下 却如同成了一杯空气一样 毫无色彩 众所周知 大块的玻璃 会呈现出一抹淡淡的绿色 照玻璃制造者的话说是 那是由于块头大所致 而同样一种玻璃 小块的就没有颜色 多大块头的瓦尔登湖水 才能泛出绿色呢 我始终无法证实 直接俯瞰这条河里的水 只见一片深黑 或一片深棕 大多数的湖水 在里面游泳时 身体会呈现出一种 微黄的颜色 可瓦尔登湖水 像水晶一样纯洁 它让游泳者的身体 光洁雪白 更怪异的是 四肢会在水中被放大扭曲 变得像怪兽一样 很值得米开朗基罗 去研究一番 湖水如此清澈 即使是在25或30英尺的深处 也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湖底 在湖面上泛舟 可以看到距湖面很远的深水处 有一群群鲁鱼和小银鱼 每只大概只有一英尺长 你甚至能看清 鲁鱼身上的稻稻横纹 以为它们肯定是苦行鱼 不然 怎么会生长在这种地方 多年前的冬天 曾经有一次 我为了捕捉缩鱼 在冰上凿了好多窟窿 上岸时 我把斧头 置在了冰上 可它像是受了什么 磨砺的吸引似的 划了四五干远 正好掉进了窟窿里 下面的水 足有二十五英尺深 出于好奇 我趴在洞口往里面瞧 看见斧子头朝下 手柄竖直向上的 栽在那里 随着湖水晃来晃去 要是我不去打捞 它会一直这样立着 直到斧柄烂掉 我用冰凿 在斧头上方的冰面上 凿了个洞 又用刀子 在附近砍了一根 最长的白花树枝 做了一个活套 绑在枝上 再套住斧柄头 拉住树枝上的绳子 把斧子拎了上来 整个湖岸 都是白滑的鹅卵石 只有一两片 小小的地带 露出沙子 湖岸很陡 很多地方 只要纵身一跳 就能跳到 一人深的水里 要不是湖水清澈 否则根本无法见底 有人甚至认为 它无底呢 湖水没有一丝浑浊 漫不经心的观察者 会以为里面 根本没有一处地方 整了杂草 除了最近被淹没的 小块草地 那本也不属于水中植物 再也看不到 半棵仓脯 灯芯草 或者白睡帘 黄睡帘什么 能看到的 最多只是一些 小小的心形叶片 与河辽草 可能还有一两片 掩子菜 但是水里游泳的人 可能却看不到 这些植物 因为它们清澈透明 像周围的水一样 岩石伸到水里 有一两杆圆 湖底是洁白的沙子 最深的地方 有些沉淀 可能是经过 无数个秋天 从远处飘来的 落叶腐烂之后 形成的 此外 还有鲜绿的水枣 即使是在冬天 最冷的时候 你拔起毛 也能带出一些来 这里 还有一个与它 极为相似的湖 白湖 位于西边 2.5英里左右的 九亩角 尽管方圆 12英里内的湖 我都很熟悉 但我再没见过 第三个 如此清澈的湖 简直 就像泉水 一代代的民族 都相继在这里饮水 赞美它 测量它 然后 又都悄悄地消失 而湖水 还是翠绿清澈依旧 这是一股 永不间断的泉水 可能在亚当与夏娃 被逐出伊甸园的 那个春天的早上之前 瓦尔登湖 就已经存在了 从那时起 薄雾夹着南风 送来阵阵温暖的春雨 在湖面上 漾起涟漪 湖里有成群结队的 野鸭与野燕 并未听说过 任何堕落之事 他们只知道 沉醉于这 红结的湖水之中 那时 湖水开始涨落 清澈透明 和现在色彩一样 染着天空的颜色 成为举世无双的 瓦尔登湖 成为天鹿的蒸馏器 有谁知道 多少失传的民族诗章 是从此处得来的灵感 有谁知道 黄金时代 曾有多少山林仙女 在此地逗留 这是康科德 桂冠上最闪耀的 一颗明珠 最先来到这里的人 可能留下了一些足迹 我惊讶地发现 湖四周陡峭的山坡上 有一条架子样 狭长的小路 它时起时伏 时而傍湖 时而远水 即使在湖边 刚发过墓的小树林中 也可以看到它的痕迹 窄路很古老 可能和第一批到访的人类 一样久远 这是由最早的猎人 一步步踏出来的 如今 也会有人不经意地 踏足而上 冬天 夜场小雪过后 在湖中央 看这条小路最为清晰 它如同一条连绵 不断地白色丝线 即便是杂草与嫩汁 都无法将它遮掩住 甚至 当你站在 0.25英里外的地方 小路仍清晰可见 但到了夏天 即使你走到近前 也无法辨认出来 可以这么说 是白雪 用清晰的白色 把它雕刻出来的 将来某一天 人们在这里建造别墅时 但愿别把这些痕迹 抹掉才好 湖水时涨时落 尽管很多人 常常装作对此 了如指掌的样子 但无人知晓 它是否有规律 一般而言 湖水冬天稍高 夏天偏低 这跟干旱湿润的情况 并无多大关联 我清楚地记得 当我住在湖边时 湖水什么时候 降了一二英尺 什么时候 又涨了至少五英尺 有一条窄窄的沙洲 一直延伸进湖里 沙洲一头 湖水很深 1824年左右 我曾在沙洲上 离水六甘处远的地方 煮过一锅海鲜杂碎汤 二十五年来 它被淹没 再也不可能那样做了 另外 听说我在随后几年里 常划船到林中 某个无人的小湾里 去垂吊 有人们都不相信 因为那里很久以前 就变成一片草地了 据他们所知的湖岸 只有十五甘远 可这两年 湖水持续上升 此时是1852年的夏天 湖水比我住在那里时 足足高出五英尺 与三十年前一样高 我又可以在这片草地上 垂掉了 从表面看 湖水长高了六七英尺 但由山上流下的雨水 并不多 水位上涨 肯定是受了水流源头的影响 就是在那个夏天 湖水又开始回落了 奇怪的是 不管是否有规律 湖水的这种涨落 一般都要很多年 才能完成 我曾见过湖水上涨一次 下落两次 我想再过十二年或十五年 湖水又会降到 我之前所知道的位置 向东一英里的福林特湖 湖水进进出出 涨落剧烈 两湖中间还有一些小湖泽 与瓦尔登湖同时涨落 最近 它们涨到了最高水位 据我观察 白湖也是这种情形 瓦尔登湖漫长的涨落间隔 至少有一个好处 最高水位持续一年或一年多 尽管黄湖游赏有些不便 但上涨的湖水 把沿岸生长的灌木丛 苍松 白化 漆木 白羊 全都冲刷掉了 水位下降后 就流出了一片洁净的湖岸 瓦尔登湖不同于其他那些 每日涨落的河湖 它在水位最低时 湖岸最干净 我小湖边的湖岸上 有一排15英尺高的北美游松 被冲垮了 它们瘫倒在地上 好像是被杠杆撬过似的 湖水就用这种方式 驱逐了树林的入侵 树林的大小 正好表明一次潮涨的周期 用这种方式 湖完全占据着湖岸 树木丧失了对它的所有权 湖的这些嘴唇边 不会长一根湖须 因为它会时不时地 舔舔下额 长潮的时候 漆木 柳树和枫树的树干 在水里向四周伸展 冒出一团团纤维一样的红根 有几英里长 高出地面三四英尺 这些树木以此进行自我保护 我还发现 湖边那些高大的蓝莓树丛 通常不结果 但此刻却果实累累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散文集 《瓦尔登湖》 作者亨利·戴维·梭罗 演播 朱朱尔 瓦尔登湖的由来 湖岸 何以铺设得如此整齐 有人觉得迷惑不解 镇民们都听过这样一个传说 最年长的人 说它是小时候听到的 他告诉我 古时候 印第安人在这里的一座山上 举行庆典 山峰突然高耸入云 犹如瓦尔登湖 深深地沉入泥土 根据传说 他们做了许多独神之举 其实印第安人从没这么做过 结果 庆典进行时 突然天崩地裂 只有一个叫瓦尔登的老妇人 逃过此劫 因此这个湖 就用它的名字来命名 有人猜测 天崩地裂之时 石子四处滚落 就形成了如今的湖岸 不管怎样 这里从前没有湖 如今却有了 这是可以肯定的 这个传说 与我以前提到的 那个老移居者的说法 并不矛盾 那个老移民清楚地记得 他出到此地时 拿着碳水杖 看到草地上腾起薄薄的水汽 碳水杖 也稳稳地指向地面 便决定在此处绝景 至于石头 很多人认为 地面的震动 并不能说明石块的来源 但我发现 山的四周 到处都是这样的石头 所以 在井埃穿过湖岸的铁轨两旁 不得不筑起一座座防护墙 而且 湖畔越陡的地方 石头越多 因此不幸的是 这传说对我来说 也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了 我找到了铺设石子的人 如果这湖 不是以某个英国的地名 来命名的 例如塞福瓦尔登 那么也可以推测说 它是由最初的围堵湖 转化而来的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散文集 《瓦尔登湖》 作者亨利·戴维·梭罗 演播 猪猪尔 天然水井 湖是我的天然水井 湖水中年成澈 一年有四个月都特别凉 我相信 即使它不是镇上最好的水井 也不会比其他任何一口逊色 冬天 暴露在空气中的水 自然 要比被大地裹护的井水 或泉水寒冷 我在小屋里 从下午五点 一直坐到第二天中午 温度计的温度 有时是华氏65度 有时是华氏70度 这可能与太阳照在屋顶上 有部分关联 而把从湖里打来的水 放在屋里 也只有华氏42度的温度 比村里最冷的一口井里 刚打出的水 还要低1华氏度 废泉的温度 在同一天是华氏45度 在我测量的各种水温中 它是最高的了 但我知道 这废泉到了夏天 又是最冷的 因为潜水不能流动 无法进行热量交融 而且到了夏天 大部分湖都有阳光照射 会很温暖 可瓦尔登湖很深 阳光无法照射到里面 酷暑时 虽然有时 我也会跑到附近的泉边 去挤水 但我通常会从湖里挤一桶水 放到地窖里 到了晚上 地窖就会变得很凉爽 并且可以一直持续到第二天 一周后 人会像刚急上来时 一样清烈 还没有一丝抽水机的味道 谁想在夏天 到湖边露营一周 只需要在帐篷背阴的地方 在几英尺深的地下 买一桶湖水 就不再需要冰块 这种奢侈品了 有人曾在瓦尔登湖中 捉到一条七磅重的缩鱼 且不去说其他的鱼了 它游得特别快 甚至都把鱼线带走了 钓着都没来得及看清它 但保守估计也有八磅重 另外 被钓上来的鱼 还有鲁鱼 雪鱼 其中某些都超过两磅 又有小银鱼 鞭鱼 少量的几条鲤鱼 两条鳗鱼 其中一条重达四磅 我之所以记录得这么仔细 是因为鱼的价格 一般与其重量有关 并且 这两条鳗鱼 也是我在此地 见到的唯一两条 另外 我还模糊地记得 有一条小鱼 五英寸长 两侧是银灰色的 脊背带着一些绿色 有点像鲤鱼 我提起它 主要是想把事实与传说连接起来 不过 瓦尔登湖的鱼并不多 缩鱼虽然也不是很多 但却是它最值得夸耀的产品 有一次 我趴在冰上 至少看了三种缩鱼 一种又长又扁 呈银灰色 与在河中抓到的缩鱼 极其相像 另一种金光闪耀 带点绿色 生活在深水区 是此处最常见的一种 还有一种 呈金黄色 很像前一种的样子 但两侧 不满深暗的小棕斑 或小黑点 还带着一丝 暗淡的血红色 与尊语相似 学名 Retick Letters 跟它对不上号 用Gedders 倒比较恰当些 这类鱼很结实 比表面的样子 要重很多 瓦尔登湖里的小银鱼 雪鱼 鲈鱼 要比其他水域的鱼干净 漂亮 健壮 因为湖水很纯净 所以这里的鱼 也明显不同 鱼类学家 或许还能从中 找出许多新品种呢 里面还有纯种的青蛙 乌龟 和少许淡菜 也有射香鼠 和雕鼠留下的足迹 偶尔还有 泥海龟造访此地 有时 我早晨 推舟离岸时 竟把一只 躲在船下过夜的 庞大泥海龟的好梦 给搅乱了 春秋时节 常会有野鸭和天鹅 来到这里 白肚皮的燕子 掠过湖面 搬玉 整个夏天 都在布满石头的湖岸 亮呛而行 有时 栖息在白松上 俯瞰着湖面的白鹰 还会被我惊起 可我却怀疑此处 是否有海鸥飞来 就像它们 曾经飞去黄港一样 潜水鸟 每年最多只会来一次 看 这就是常来这里的 所有动物了 风平浪静之时 在靠近东岸的地方 水深八英尺 或十英尺处 在湖上 其他位置也可以 你从小船上 可以望到一堆堆 圆形的东西 高约一英尺 直径约六英尺 那是比鸡蛋还小的石子 堆起来的 它的四周都是沙子 开始你会怀疑 那是印第安人 为了某种目的 在冰上用石子 特意堆成这个样子 这样 在冰融化后 它们就能沉入湖底了 可石子堆得太有规则 而且有些 显然不是很古老 它们跟河里 某些石堆很像 可这里并没有 腌织鱼和八木曼 我不知道 这是哪些鱼堆起来的 可能是银鱼的巢吧 这让湖底笼上一层 令人愉悦的 神秘面纱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的 散文集 《瓦尔登湖》 作者 亨利戴维梭罗 演播 猪猪尔 湖面风景 湖岸错落不整 毫无单调之感 在我的记忆中 西岸是纵横交错的深水湾 北岸更为陡峭雄伟 南岸像扇贝一样美丽 一个夹角连着一个夹角 让人感到中间 会有一些人类尚未涉足的小湖湾 湖水的四周 是挺拔的群山 所以 只要站在湖中央 才能欣赏到 美丽的森林背景 体会其美丽 因为森林倒映在水中 成了最美丽的风景 而那弯弯曲曲的湖岸 刚好成了它最自然 最悦目的边界线 这里毫无生影或缺陷之处 完全不像林子中被斧头砍出来的空地 或者在湖边啃直出来的耕地 水边有广阔的空间任树木延伸 每棵树都朝向水边 伸展出最强有力的枝叉 在这里 大自然编织了一道天然的花边 人们可以沿着湖滨低矮的灌木丛 慢慢向上望去 一直望到最高的树木 这里全然没有人的痕迹 湖水冲刷着低暗 一如千百年前的样子 湖是风景中最优美 最富表现力的地方 它是大地的眼睛 凝望湖泊 可以测量出自己天性的深度 靠近湖岸的树木 就像细细的睫毛 为湖岸平添了一条美丽的花边 而四周清脆枉裕的群山与山崖 是它俊逸高挑的眉毛 九月一个宁静的下午 我注立在东岸平坦的沙滩上 当时一阵薄雾 模糊了对岸的轮廓 让我感到了湖平如镜的真正意义 当你转身倒看时 湖面犹如一条最精致的青纱薄丝 游过山谷 在远处松林的硬衬下 熠熠生辉 将大气层层隔开 你甚至会认为 自己可以从这下面 走到对面的山上去 而滴水不沾 而那些飞掠水面的燕子 也可以在上面停歇 有时 它们似乎被幻景所迷惑 真的会潜入湖中 但很快又会醒悟过来 当你从湖面向西看时 必须用手遮护双眼 以免太阳光线 或水面反射的阳光射伤眼睛 二者同样刺眼 假如你专注地 去审视两者之间的湖面 会发觉 它的确像镜子一样光滑 只是湖面上 稀稀疏疏的掠水虫 在阳光下晃来晃去 制造出细微的闪光点 或鸭子在湖面上疏雨 或是刚才提到的燕子 在滴掠湖面时 碰到细碎的水 只有这些会偶尔破坏 如镜般的湖面 远处可能会有一条渔月出来 在空中滑出一道 三四英尺高的湖线 形成一道湖光 入水时又激起一个亮点 有时还能见到 一道完整的银色的圆湖 诱惑湖面不时飘着一根稷草 惹得鱼儿朝它一跃 又是一层水波 就像玻璃溶液 虽冷却 但尚未凝结 即使上面仅有一丝尘埃 也是纯洁而美丽的 如同玻璃中的瑕疵 你常常还可以看到 一片更平滑 更深暗的水 好像一张无形的珠网 把它与别的水域隔开似的 成了胡泽仙女 在水上歇息的栅栏 从山顶俯瞰湖面 可以看到 每个地方几乎都有鱼儿在跳跃 在这平静的水面 任何一条缩鱼 或小银鱼的藤月 都能明显地破坏 整个湖面的均匀 真是令人惊叹 如此简单细微的一件事 竟可以如此精巧地呈现出来 鱼类的这类谋杀 显露无遗 即使我站在很远的地方 也能看到那直径六干的波纹 你甚至还可以看到水蝎 在光滑的水面游动 飞速地窜出四分之一英里 轻轻地在水面 划出一道钩痕 形成一道明显的八字形水纹 不过掠水虫游过水面时 是不留什么明显痕迹的 湖水荡漾时 湖面看不到掠水虫和水蝎的踪迹 它们显然只有在风平浪静时 才会从港潮出发 探险式地游离湖岸 一节一节地向前推移 直到完全划过湖岸 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 太阳暖融融地照着大地 这时坐在高处的树桩上 欣赏湖景 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 若不是这些涟漪 在天空和树木的倒影之中 人是无法找到湖面的 宽阔的湖面十分宁静 即使有一些骚动 也会很快平静下来 如同在水中挤水 颤抖的涟漪漾到岸边后 立即恢复了平静 湖中逾越重落 无一不是以涟漪 这种优美的线条 呈现出来的 如同泉水鼓鼓涌出 生命轻微颤动 胸膛上下起伏 无人知道 这究竟是幸福的颤动 还是痛苦的痙攣 湖上的景象多么祥和啊 人类的杰作像春天一样 又在闪耀光芒 看呀 在这晌午时分 每片树叶 每根树枝 每块石头 每个蜘蛛网 都在闪闪放光 如同春小时 在尘陆中闪耀一般 船桨或昆虫的每一个举动 都会腾出一道闪光 船桨积水 那是多么美妙的回音啊 在这样一个九十月的日子里 瓦尔登湖 就是森林一面完美的镜子 镜框镶嵌着 那些在我眼中 比宝石还要珍贵的实力 大地之上 再不会有第二汪 如此优美 如此纯洁 如此宽广的湖水了 它是天泉所聚 无须为离 民族来来去去 却没有把它玷污 这面明亮的镜子 不会被石头击碎 不会被磨去水银般的界面 大自然不停地为它 度金补色 尘埃 暴风骤雨 都不能令其 增亮的镜面 暗淡失色 任何污渍 一旦沾染到这面镜子 便会被沉淀下去 太阳用那朦胧的雨刷 光凝成的湿尘布 为它擦拭灰尘 镜面上 不会留下哈气的痕迹 它会把这哈气的气息 送入空中 结成云朵 悬浮于镜面之上 再让倒影投入它的怀中 这片水域也显露着空中精灵的身影 它不断地接收着上界的生命与动作 它本身就是连接天与地之间的纽带 大地上只有草芽树洞 而水本身却被风掀起了涟漪 从一道道 一片片光芒中 我可以看到 风从哪里撞击水面 俯瞰水面 真是奥妙无穷 或许有一天 我们也会这样俯瞰天空的表面 看是否有更敏捷的精灵 从中掠过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的 散文集《瓦尔登湖》 作者亨利·戴维·梭罗 演播猪猪儿 十月下旬 霜洞来了 掠水虫和水蝎终于失去了踪迹 到了十一月 平静的日子里 湖上通常不会有什么东西 再来搅扰水面 在十一月的某个下午 持续数日的暴风雨过后 天空依旧被云雾完全笼罩着 我发现湖水特别平静 甚至连湖面也看不到 虽然它不再映照十月的绚丽色彩 却折射出十一月湖四周暗淡的山色 我在湖上划船而过 虽然尽量轻缓 但所激起的涟漪 仍扩散地超出我的视野 在倒影上揉起一道道零线 但远处湖面上还是波光点点 仿佛是逃过霜洞的掠水虫 又在这里聚集了 可能是湖面过于光滑 所以能清晰地察觉从湖底 涌出的泉水 我轻轻地滑到那个地方 发现那里聚集着无数小鲈鱼 大约五英寸长 在绿水中泛着青铜色 它们正在那里嬉戏 不时浮出水面 留下一阵阵涟漪 有时也会吐出一串串水泡 湖水清澈透明 看似无底 映照出朵朵浮云 置身于湖上 犹如乘着气球 漂浮空中 游来游去的鲈鱼 在我眼前盘旋飞翔 像一群群鸟儿 在我上下左右徘徊萦绕 鱼鳍 像撑满的船帆一样 挂在它们四周 湖中有许多这样的鱼 它们显然是想 趁冬天尚未冰封大片天光之前 好好利用一下这短暂的时光 因此 湖面偶尔涟漪阵阵 宛若微风吹拂或细雨飘落 当我不经意地靠近而惊动它们时 它们会突然拿尾巴 扫起一片水花 击起层层波浪 像有人用毛刷一样的树枝 排击湖水似的 然后它们又很快躲到湖水深处去了 最后起风了 雾更浓了 水波开始流动 鲁鱼跃得比以前更高了 露出三英寸长的半个身子 一时间上百个黑点同时跃出了水面 有一年甚至到了十二月五日 我还看见湖面上样起一些波纹 以为马上就要下雨了 再加上雾气很浓重 因此我便急忙抓起奖 划船回家 雨水好像越来越大了 可我脸上却根本感觉不到 心想 这下肯定要被雨淋个透湿了 可是涟漪突然消失了 原来是鲁鱼在作怪 他都被我的讲声吓得 躲进了水底 我就要这样看着鱼群 在隐约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最后还是度过了一个干爽的下午 一个老翁 以前经常来瓦尔登湖 那几乎是六十年前的事了 当时湖边林木茂盛 显得很黑暗 他告诉我 那时湖上有时会生机盎然地 坠满了野鸭和其他水禽 空中还有很多老鹰 他来这里钓鱼 用的是在岸边找到的一只老独木舟 那个独木舟是把两根白松中间挖空 然后定在一起合并而成的 他两端都被削成四方形 非常笨拙 可是用了很多年后浸满了水 也许是沉到湖底去了 老翁也不知道那是谁的船 它是属于瓦尔登湖的 他常常拿珊瑚桃树皮绑起来 作为锚链 独立战争前 住在湖边的一个老陶匠告诉他 湖底有个铁箱子 他亲眼见过 箱子有时会浮到岸边 但你一走近 它就会沉入水底消失了 我听到古老的独木舟的传说 很高兴 他代替了另一条印尼安独木舟 素材虽然一样 可制作得要精致一些 可能刚开始 它是岸上的一棵树 后来 倒在水里 就在那里漂浮了一个世代 成了这个湖上再适当不过的游船 我还记得 第一次观看湖底时 就看到里面隐约有很多大树干 它们可能是被风刮倒的 也可能是上一次砍伐后 留在冰面上的 因为那时树木很便宜 可现在 这些树干 大部分都不见了 我第一次在瓦尔登湖上泛舟时 高大茂密的松树和橡树 围绕在四周 一些小湾里 葡萄藤 盘绕着水边的树 搭成一个凉亭 小船可以从下面滑过去 湖滨周围山栏陡峭 山上的树木高耸入云 从西面向下俯瞰 湖滨就如同一个可以上演森林剧的 原型剧场 我年轻时的很多光阴 就在那里消磨掉了 河风之中 小船漂浮在湖面上 我挥着桨 把它划向湖心 然后仰面横卧在船座上 似醒似梦 直到船碰到了沙岸 才清醒过来 然后我爬起来 看看命运把我推到了怎样的岸上 清闲的日子是最诱人 也是最多产的行业 许多上午 我都是这样悄然度过的 我更喜欢这样度过一天中宝贵的时光 因为我很富有 如果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话 我拥有很多灿烂的阳光 和明朗的夏日 可以任意挥霍 我没把它们浪费在车间 或讲课桌前 对此 我一点都不后悔 可当我离开这湖岸后 伐木人就开始在这里 烂砍烂伐了 以后几年里 人们再不能在这林间小路上 徜徉了 再也不能透过树林 欣赏湖光山色了 假如我的谬思从此沉没 也情有可原 树林都被砍光了 还怎么叫鸟儿去歌唱 如今 湖底的树干 老独木舟 四周黑暗的森林都消失了 而村民们 几乎都不知道湖在哪里 更别说到湖边去饮水洗澡了 他们想的 只是用一根管子 把这水引到村里去 让他们洗洗碗 刷刷碟子 想着 只要转动水龙头 或拔掉筛子 就能得到 瓦尔登湖之水了 那魔鬼一样的铁马 震耳欲聋的声音 响彻全阵 用肮脏的脚步 亵渎了废权的成澈 也是他 吞噬了瓦尔登湖岸的林木 这个腹中 藏了千人的特鲁伊木马 被维利仕途的希腊人 引了进来 我们的勇士 摩尔厅的摩尔 在哪里呢 你何不去生贺 与铁马交战 把复仇的长矛 刺进这张狂的 骇人精的肋骨 然而 在我所知道的 所有景物中 瓦尔登湖 或许还是保存最好 仍不是纯洁的一处所在 许多人被比喻成瓦尔登湖 可当之无愧的 没几个 不错 伐木工 砍走了岸边的林木 爱尔兰人 在他旁边盖起猪圈 铁路线侵犯了他的边境 挖冰人也曾在这里挖取湖冰 可瓦尔登湖仍没有改变 湖中的水 仍是我年轻时所见到的水 所有改变了的 只是我自己 涟漪过后 他不留一丝褶皱 他青春永驻 我仍然可以驻足观看 燕子像过去一样 扑向湖中 掀起一只小虫 今晚 我又想起了他 好像将近二十五年 没见他了 啊 这就是瓦尔登湖 就是多年前 我发现的那个森林之湖嘛 去年冬天 湖边有一片森林被砍伐了 但另一片森林又开始成长 蓬蓬勃勃 易如往昔 往日的思绪浮出水面 同样幸福喜悦的水流 涌向他自己 也涌向他的造物主 哦 也有可能涌向我 这一定是勇者的杰作 其间没有丝毫虚视 他用双手将湖水围起 又用思想将其生化 澄清 并立下遗嘱 将其赠给康科德 我凝视他的脸庞 倒影依旧 我几乎要说 瓦尔登湖 是你吗 他不是我的梦 只为了装点一首诗 我再遇不到别的地方 比瓦尔登湖 更靠近上帝与天堂 我是他的卵石岸 是他伏略而过的清风 在我空空的手中 是他的水 是他的沙 他那最深邃的源流 高卧于我的思潮之中 火车从来不会停下来 欣赏一下这样的美景 然而我想 火车司机 司炉弓 制动手 还有持计票 且常见到他的人 更适宜欣赏这些景色 夜晚 司机不会忘记 或者说天性不会忘记 他们白天至少见过一次 这样田径 而圣洁的美景 哪怕只看一眼 也足以洗掉 政府大街和引擎上的陈垢 有人提议 把它叫做神之路 我曾说过 瓦尔登湖没有进口 也没有出口 但是 一方面 一个个小湖的水 从弗林特湖流过来 把瓦尔登湖和弗林特湖 连接起来 而后者 地势又稍高一些 另一方面 一个个同样的小湖 又把瓦尔登湖和康科德河 直接连在了一起 而康科德河 地势又较低 在别的某个地质时代 他们之间 可能流通过 只要稍微疏通一下 就又能通流了 不过上帝不会这样做的 他就像林中的隐士 含蓄而轻苦地生活了这么久 终于修炼得这般纯净 纯净得令人惊叹 如果让相对来说 不太纯洁的弗林特湖的水流进来 或者 他要把自己的香醇 浪费在汪洋的浪涛之中 谁不会觉得 可惜呢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的 散文集《瓦尔登湖》 作者亨利·戴维·梭罗 演播 朱朱尔 沙湖浅滩 与白湖美景 弗林特湖 也称沙湖 位于瓦尔登湖以东 一英里外的林肯乡 是我们这里面积最大的 内陆湖 它比瓦尔登湖 要大许多 据说 占地面积 197英亩 而且鱼类也更为丰饶 不过 湖水较浅 而且 也没有那么洁净 漫步穿过森林 走向那里 是我一向 经常性地消遣 就算 只去感受一下 浮面的威风 欣赏一下 浪涛的起伏 遥想一下 水手的生活 也是值得的 秋天 我在有风的日子里 去那里捡栗子 那时栗子 掉进水里 又会被波浪 卷到我的脚边 有一天 我爬到 沙草茂盛的岸边 脸上见到一些 新鲜的浪花 我看到了一只 船的残骸 没有船弦 只有一个船底 留在灯芯草丛里 可还是清晰可辨 船的模样 好像一只 很大的 破旧的电板 它向海边 湿式的船只 引人遐想 蕴藏寓意 如今 它不过是岸边的一堆 有机土壤 灯芯草和昌浦曼 生长于上 或船骸 或沙岸 难以区分 我常常观看 湖北岸湖底沙滩上的 涟漪痕迹 湖底 已经被水压 压得很坚硬 涉水者的双脚踩在上面 就可以感觉得到 而那些纠缠在一起的灯芯草 就像一阵阵波浪 和它这些痕迹对应着 似乎是波浪养育了它们 那里还有许多球形植物 显然是一些细草和草根植物 可能还是古晶草 直径半英寸与四英寸之间不等 都很圆 沙滩上的浅水 把这些球状植物 冲得到处都是 有时还被冲到岸上 它们有的是很坚韧的草 有的中心还有些沙子 你一开始 可能会说圆球 是由波浪冲击而成的 就像圆滑的石子一样 然而 即使是只有半英寸长的 最小的圆球 质地也和那些大的一样粗糙 它们一年之中只生长一季 所以我怀疑 这些浪并非在构筑 而是在破坏 这些圆球干了以后 形状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弗林特湖 如此糟糕的名字 一个肮脏愚蠢的农夫 竟然在这水天之间开垦田地 粗暴地践踏着湖岸 弄得一片光秃 它有什么权利 以自己的名字为这湖命名呢 有些人十分吝啬 只喜欢美元 与金光闪闪的前臂的光芒 它们从其中 可以看到自己那张 不知廉耻的嘴脸 它们甚至把湖上安家的野鸭 都看成是入侵者 长时间地掠夺 令它们的手指变得弯曲僵硬 如同鹰爪 所以我不接受这个湖名 我去那里 既不是为了看弗林特 也不是为了听他说话 他从未欣赏过这湖 从未畅游其中 从未爱过他 保护过他 从未为他说过一句好话 也从未感谢过上帝 创造了这个湖 湖中的鱿鱼 常来这儿的飞禽走兽 湖边的野花 某根生命线 与湖交织在一起的野人 或野孩子 就是这些人与物给湖命名 也比用他那名字好啊 除了那些臭味相投的邻居 和法律给他的契约以外 他对这湖 根本没有任何权利 他只会想到 这湖的金钱价值 他的出现 是整个湖岸的灾难 他耗尽了湖边的土地 甚至还想抽干湖中之水 他只恨 这里不是英国的干草地 或越局草坪 确实是 这个湖在他眼中 真是毫无价值 如果河底的淤泥能卖钱的话 他一定会把湖水抽干的 湖水并不能推动他的末房 观赏湖景在他看来 是一种恩赐 他的劳动我并不尊重 他的农场处处明码标价 如果有利可图的话 他甚至会把风景 把上帝都拿去卖 他像膜拜上帝一样去市场 他的农场上 没有自由生长的东西 田地上不产庄稼 草地上不长鲜花 树上不长果实 所有生长的东西 只有美元 他不爱果实的美丽 他们只有换成了美元 他才会觉得 果实是成熟了 让我拥有能享受真正财富的贫困吧 农民的贫困 与他们所受的尊重 与关注成正比 因为他们是贫困的农民 模范农场 那些房子如同粪堆上的真菌 房间 马厩 牛栏 猪圈 干净也好 肮脏也罢 都是臭味相投 人像畜生一样混迹其中 好大一个弥漫粪味和乳酸味的油腻的地方 在文明高度发达的状况里 人的心灵和大脑居然成了粪肥 如同你在教堂的墓地上种植土豆 这就是所谓的模范农场 不不 如果最美的风景要用人的名字来命名 那也只能用那些最高尚最有价值的人的名字 至少也得让我们的湖有一个真正像样的名字 像 伊卡洛斯海 那里 海岸仍旧传送着英勇的尝试 从我这里到弗林特湖 中间有一个不太大的鹅湖 向西一英里处就是黄港 是康科德的腹地 面积大约70英亩 黄港再过去1.5英里就是白湖 面积约40英亩 这就是我的湖泊之乡了 再加上康科德河 就属于我的水域了 他们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研磨着我带去的古物 自从伐木工 铁路 还有我自己 把瓦尔登湖玷污以后 众湖之中最吸引人的就该属白湖了 尽管说不上最美丽 却也算林中的明珠 白湖之为白湖 可能是由于湖水清澈 也可能是由于沙石的浩白 这名字很普通 很不显眼 但无论从哪方面说 它都可以说是瓦尔登湖的兄弟 尽管稍逊一筹 但如此相似 你都可以说他们的湖底是相连的 同样的原石湖岸 同样的水色 就像在瓦尔登湖一样 夏季最热的时候 从树林间能望见某些浅湾 会看到湖底的反射 把湖水渲染成淡淡的蓝青色 或蓝绿色 多年前 我常常推着车去那里运沙子 制作沙纸 此后 我便经常来这里 有个经常来这里的人 建议叫它绿湖 或许也可以叫它黄松湖 因为大约十五年前 你可以看见许多北美游松的树梢 这种树并不特别显眼 附近的人都叫它黄松 它们从深水的水面冒出来 距离湖边许多干 甚至有人认为 湖泊曾下沉时 这里过去曾有过原始森林 这棵油松 就是那些森林中的一棵 这话早在1792年 就有人说起过 在马萨诸塞州 历史学会的藏书库中 有一部该州公民写的 康科德地方志 他谈过瓦尔登湖和白湖后 补充道 逢白湖水为低时 湖心可见一树 虽根部藏于水下五十英尺 恰似生于所利之处 树梢已断 断处量得直径十四英尺 1849年春天 一个住在萨伯里 靠近胡泽的人 曾跟我交谈 他告诉我 大约十或十五年前 他想把这棵树弄走了 他记得这棵树 距湖岸有十二到十五干远 那里的水深 足有三四十英尺 当时是冬天 他上午去取冰 决定下午找个邻居来帮忙 运走这棵老黄松 他在冰上 锯了一条一直通向湖岸的通道 然后用了牛来拖运 他想把树拖到冰上 但是他没干多久 就惊讶地发现 那棵树原来是稻栽的 树干向下伸展着 较小的末端 牢牢地抓着满是沙子的湖底 较大的末端直径 约有一英尺 他原以为 可以得到一些 能锯开来用的上等木料 无奈树干已经枯朽 只能用来做燃料了 当时他棚子里还有一些树根 木头上有很多斧头砍过 和啄木鸟啄过的痕迹 他认为 这是风将湖边的一棵枯死的树 刮到湖里 树梢进了水 根部又干又清 就颠倒过来沉了下去 所以树干还是干的 根本不重 他父亲已经八十岁了 也记不起这树 是什么时候离开原处的 湖底还可以看到几根 极为粗大的树干 因为水面波动 看上去就像巨大的水蛇 在蜿蜒游动 这个湖几乎没被船只污染 因为这湖里没有渔夫感兴趣的东西 湖里没有洁白的睡帘 因为它需要泥土 普通的白昌蒲也没有 在清澈的湖水里 只有灵星的蓝昌蒲 它们从岸旁原始底下冒出来 蜂鸟会在六月份时来访 蓝昌蒲的蓝色叶片 花朵与蓝绿色的池水分外协调 尤其是倒映在水中时 白虎和瓦尔登湖 是地面上两颗大水晶 是光之湖 如果它们可以凝结成固体 能够携带 那它们恐怕会像宝石一样 被奴隶们掘走 用来装饰帝王的王冠 只因为它们是液体 又那么庞大 所以才世世代代地保留了下来 可人们却忽略了它们 去追求什么科医大金刚钻石 湖水如此清澈 以至于都没了市场价值 自然也不会受到什么污染了 比起我们的生命 湖水多么美丽 比起我们的性格 湖水多么清澈 我们从不曾听说 它做过什么可比之事 比起农夫门前 群压嬉闹的池塘 湖水多么美丽啊 连来湖中的野鸭 也是纯洁干净的 大自然中的人类 还没有谁能去欣赏它 鸟用它们的羽毛和歌声 与鲜花交相辉映 但那些少男少女们 又有谁能跟大自然的野性 丰饶之美融成一片呢 大自然的繁茂是孤独的 远离人群居住的城镇 你侮辱着大地 居然还敢议论天堂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的 散文集《瓦尔登湖》 作者亨利·戴维·梭罗 演播猪猪尔 松林漫步 有时我在松林里漫步 它们就好似高耸的庙宇 又似整装待发的舰队 枝叶随风摇曳 激起阵阵松涛 如同波光闪耀的水面 如此柔软 翠绿而阴凉 即使古老的德鲁伊特人 看见了 也会抛弃它们的橡树 来临终膜拜 有时 我到弗林特湖边的雪松林散步 参天大树 披满了蓝色的浆果 越长越高 即使放在 瓦尔拉殿堂前 也是相衬的 而大地上的杜松 蔓延缠绕 果实累累 有时 我还会跑到沼泽地 那里的松罗第一 从云山上旋垂下来 如同彩衣 还有一些骏子 它们是沼泽诸神 在地面上摆设的圆桌 更美丽的骏子 装点着树桩 如同蝴蝶或贝壳一样 这里还有石竹和山珠鱼 红色的漆果闪烁着光芒 如同精灵的眼睛 蜡蜂攀圆着大树 即便最坚硬的木头 也会被划出一道道钩痕 野东青的浆果 更是绚丽多姿 还有不少无名的野生果子 金光闪闪 令人垂涎 美不胜收 不是凡人可以品尝的 我不是去拜访某个学者 而是去拜访了一棵棵树 它们要么远远地生长 在某个牧场中间 要么生长在森林和沼泽深处 要么耸立在山顶之上 例如我看到一些 较好的黑化木的标本 直径二英尺 它的远轻黄化木 宽大的黄色长袍 像黑化木一样 发出阵阵幽香 还有山茅菊 树干均匀整洁 优雅地绘满了苔藓 简直是完美无缺 据我所知 在这乡镇一带 除了一些灵星散落的树种 只有一片这样的小林子 其中的树木已经很粗壮了 据说 它们的种子 是被周围山茅菊果实 所吸引的鸽子拨下的呢 当你劈开树木 会看到银色的颗粒 闪闪发光 非常值得细细观赏 此外 还有段树 角树 和甲鱼树 甲鱼树学名为 Certus occidentus 这种树 只有一棵长实较好 还有松树 像桅杆一样 笔直挺立 另一棵树 可以做木瓦 或者一棵长得 很特别的铁山 它简直就像是一座宝塔 挺立在森林中央 还有许多树木 我能叫出名字 这些 就是我冬夏之际 朝圣的庙宇 请不吝点赞订阅